凡人游戏 我们等你 婚姻当中失败 不过她现在依然 对于爱情 对于婚姻有所期待 并且有所追求 不过我个人 倒是有一个小小的好奇 一个女人 经历过两次婚姻 她对于婚姻 还有那么强烈的期待 原因是什么 现在她能够自食其力 她找丈夫 找另外一半 又图她个什么 那么带着这样的一些疑问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 认识一下今天的女嘉宾 大家好 我叫周旋梁 今年42岁 然后在预备那边 开了一个便利店 因为那个店 可能收入1万8块左右吧 但是我的家庭 开销也有点大 反正差不多持平吧 本期交友女嘉宾周雪莲 年龄42岁 身高1米58 职业便利店经营 月收入1万元左右 婚姻状况 离异小孩跟自己 我总共有两段婚姻 第一段婚姻呢 是因为年轻嘛 哎呀 在轻易地 结束了一段感情 然后第二段婚姻呢 确实 哎呀 那段婚姻让我有点 精神难忘 说实话 然后都是在 婚姻网站上去认识的 但是我们还是 在七一年多 还结了婚 等级结婚之的时候 还发现 她离了婚姻 过月 之所以其实我那个时候 都已经晓得 我自己被欺骗了吧 但是都已经到了 那个地步嘛 然后都还是 把那个字拿了 我给我们前夫啊 最主要的是 因为他太自私了 然后啊 也就是说 二婚呢 他一老矛盾了 他都往自己的包包里跑嘛 比如打个比喻 就是说 我前一两年 那个一吵架呀 他都把人呢 全部啊 家子七八万年吧 全部得了就卖了 然后他得自己 自己揣在包包里嘛 好 我的责任 标准呢 就是 比如小几岁也可以 大几岁也可以 然后最主要的是 人品 我觉得人品很重要 说实话 差不多经济上一般吧 也不求大富大贵 只要相互之间真诚 我觉得 我找对方的物资的话 只要将就过得去的心了 女嘉宾的责务要求 一 年龄在42岁上下都行 人品好 二 待人真诚 物质条件过得去 根据女嘉宾的责务要求 我们也为她寻找到了一位 适合她的男嘉宾 她会是女嘉宾 所喜欢的类型吗 大家好 交友男嘉宾 雷小春 年龄39岁 身高1米75 职业保安 月收入3000元左右 婚姻状况未婚 我现在39岁了 还没结婚 朋友还没刷过 现在这个朋友不好找我 现在保管制衣行业 决心又少 不晓得以后能找我 能找到鱼朋友 我现在对鱼生要求 其实没好大要求的 年龄大概15岁56岁都可以 有生不成完来都没关系的 只有两个在一起 好好地过日子 我希望对方不要建议我的工作 我虽然不是很会赚赚钱 但是我还是有很多优点 我对人很黑气 很无和 没得其他的怪毛病 没得其他的怪脾气 我比较善于和沟通 个人还是对这个鱼生 很客气 很无和 男嘉宾的择务要求 一 比自己大五六岁都能接受 二 生不生小孩都无所谓 能接受自己的工作 综合来看 男嘉宾无论是外形还是年龄 都符合女嘉宾的要求 两人的匹配指数80% 今天两人的相亲 能够一帆风顺吗 好 我们把雷大哥先接到 您好 您好 欢迎 好 实在好闪耀 今天我们把你招到这个地方来 是因为我们女嘉宾 她在这条街上开了一个小超市 小海谷 所以我们待会直接到店里面去认识她 好 待会见面的时候 你有没有什么心意 心意啊 有什么心意说来听听 走起去吧 跟她什么见面的吧 还是她跟我说 见面的 见面的在哪里 待了吗 待了吗 见面的目前还没准备 就是晚上再准备吧 待会再准备 怎么准备啊 随机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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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意思就是 你的心意就是 你嘴巴说出来的 那个叫心意是不是 是这个意思吧 我心里面的诚意 随机应变 把它说出来 对不对 当然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 但是呢 你还可以来点实际的心意 可以 虽然今天你是空手而来的 但是呢 今天因为我想 咱们女嘉宾本身 她自己是开小卖部 开超市的 你没有带东西 没关系 她那有的是东西 好 我给你一个建议 待会呢 你就到女嘉宾的这个店里面 你先不急着说 你自己是男嘉宾 你就以普通顾客的身份去 然后呢 你就去给她说 向她打听一下 你说你要给女孩 给女性送东西 你问她买点什么好 然后你就在她的超市里边 随便买点东西 然后把那个东西买了以后 你就交给她 她一定会觉得很好奇 这个人怎么买了东西以后 自己不拿走 等她反应过来的时候 她自然就知道 你就是男嘉宾 我要那个天心 对不对 你想这样子 你既照顾了她的生意 你又表达了你的心意 而且你还不用大老远地 把东西给拿过来 一举两个 好 记着买单子 好 那我就先进去 好 让你打个眼 好的 你待会儿 你待会儿差不多隔个十分钟 你就自己进来 但是你见到我 你千万不要感觉认识我 你就是顾客 好吗 假装这么多 那行吧 那咱们待会儿店里见 好 祝你成功 好 在特派员的建议下 男嘉宾准备化身顾客 到女嘉宾的便利店购物 她的出现 会带给女嘉宾惊喜吗 好 女嘉宾的店就在这 我们先看看她在忙什么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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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女士是吧 你好 你好 来来来来 麻烦您出来一下 我反而有喜的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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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店的名字 我觉得取得挺好的 喜昂扬 我看这个店 虽然不是很大 但是业务范围也不少 香港什么都做 到底咱们这个店里面做些什么 首先是想卖部卖东西对不对 对 反正这是土豪行业嘛 快递啊 我看这还有代售包裹 对 还有菜 美团这些 还有卖菜 还有美团 对 门口还有彩票 对 还有彩票 有些 像哪些他们的少人 老板 老板买东西 嗯 回来 慢慢的 好好 嗯 学生哪些东西 我要过院的 买点礼物什么人的 你想买哪种吗 看 就这个 送铺油吧 送铺油这个 看 哪种 那都买点流来的 是吗 买点流来啊 就会是可以啊 要掉 嗯 好 我刚刚走到那个店落起来 看起来是蛮可以的 看起来个人呢 比较笑笑笑起来好看 对呀 要不然看起来个皮肤啊多白 看起来比我还小几岁 看起来都可以 嗯 看起来要对 嗯 没了些要对吧 没了些要对 你看需要 这种怕好弱 要洗清点看起来 你也要使用点 嗯 像鱼饰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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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鱼饰那种鱼饰那种鱼饰吗 鱼饰啊 那种酸奶 酸奶哈 嗯 那种阿姆西 阿姆西可以 嗯 酸奶 还需要点 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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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酒吗 有那个 金陆福那些 金陆福啊 金陆福啊 老村上那些 那种 喝水 可以吧 他反正都要得玩 随便那个 但都可以送人一个 嗯 你喜欢鱼饰那种吗 如果是你的话 我呀 我不喝酒 哈哈 哪种买的最好吗 老牌子吧 金陆福啊 我就 你这个那个大锅拿吧 那个红色的 一些心情 要的啊 那个国家估计的 那个一百六 一百六 嗯 哦 一百六 我买一百六 那样 那个国家估计的 哈哈哈 老板也大气啊 有了 有点脏 我给你买一下 有了 因为上面 不会很沉沉的 嗯 我这边有点 没有没有 外面我给你擦 还是行吗 嗯 多摆些哈 对 差不多 这个 提不到 我看一下 中国好多钱哈 大米 三米 三米 差不多 多少钱哈 一六 到一口 一哈二百五十五 哦 二百五十五 我本来想烧 四百五十五 哈哈 他给我搞听了 那个事 哈哈 有不好的 哦 二百五十五 哈 好 哎 水果水果 你东西给我拿了 啊 啊 这个大哥 东西啊 东西不要了 我送 送你吧 就送你 啊 看来你还挺受欢迎的呀 啊 我都搞不懂 以前遇到过这种事情没有 没有 啊 是你的爱慕者吗 哈哈哈 来买了东西 钱倒是给了 东西不拿 嘿 这个生意还可以做啊 啊 啊 你觉得刚刚这个大哥怎么样 可以啊 啊 那么大方 哦 这么大方 哈哈哈 第一印象就是大方 平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顾客呀 哦 平时也有 就是说有时候付了钱就 就走了的 然后但是哈 他会转的拿 哦 真有这种瓦大哈 对对对对 不光是不来不钱 那今天这个呢 今天这个我就觉得奇怪呀 哎 就喊他都不答应 越喊跑得越快 哈哈哈 是不耍你追上他了 哈哈哈 啊 那今天这个大哥看来还真的有点特别啊 啊 那他到底怎么个特别法 我们 还是去把他追讨 混一下他好不好 好 啊 好吧 雷大哥 哎哎哎 东西就不要了 哎 这个东西当然是买个松米一点 这个 就当时一次见面礼吧 啊 哈哈哈 好吧 他已经说出来了嘛 你知道大概什么意思了啊 见面礼 那其实今天呢 这个大哥 这个姓雷雷大哥 他就是啊 今天要跟你认识的男嘉宾 哇 那旁边这一位你也认识了 对不对 对对对 周女士周老板 哈哈哈哈 这个见面礼 我觉得还挺特别的啊 有点特别 今天 在女嘉宾自己的店里面买 既表达了大哥的心意 又照顾了你的生意 嗯 确实 这个男嘉宾用这种方式见面 还是比较喜心吧 哎 相对很走道理还是 看来 这样独特的见面方式 还是跟女嘉宾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对男嘉宾也是加分不少 在揭晓了真实的身份之后 两人再次回到便利店 感情还会继续升温吗 你过两天忙忙的阴露忙的过来 我妹妹带去帮忙 你早上一般见钟开门呢 早上啊 早上一般八点钟吧 八点 晚上差不多八点钟开 然后晚上十二点钟关门 十二点钟这么晚呢 对啊 这个服务行业也没办法 为什么要开到十二点钟才关门呢 晚上这么晚还有人来买东西吗 重庆夜生活都有的 一晚上都有的 所以多开一个小时就多振一个小时的钱 对 对 就是这样 你不想浪费这个时间 对不对 那意思就是每天回去的时候 其实孩子都睡了 对 因为我和我妹嘛 然后分到早班和晚班 因为我要带孩子嘛 就是我上早班 早班 对 然后我妹就上晚班 我就晚上带孩子 他自己的孩子呢 他自己的孩子 他婆婆在带 还是不容易 就是你看啊 女人呢又要兼顾家庭 又要兼顾自己的事业 就真的不容易 没办法 因为只能又有家庭 又有孩子 没有办法 又有顾客来了 你先去找我东西 来 这都是老顾客了 老顾客 只能拿哪包烟给他 好开门 我觉得 大概到蟹了10点了 你晓得怎么样吗 对 走进来看 或者 麻荤苓花 麻荤苓花 那条改的改的 看来你在这座街长 口碑也不错 还好 这十多年 自己一个人开店 到底辛苦不辛苦 以前是我妈帮我 那个时候 因为我妈年纪大了嘛 然后我还是让她 享受一点晚年的生活 就说自由一点 因为这个很讨人 没有办法 然后现在就我妹来帮我 以后呢 以后啊 先就这样吧 以后需要老公来帮你 如果他以后有时间的话 还是想的 因为有时候我们会送一下货这些的 那经货那些是什么做 经货现在就是平台 经货现在简单 就是在网上订 订了然后它就直接送了 我平时都跟你 这位邻居是什么生活 有些年龄大了的啊 肯定还是要送一下嘛 必定年龄大了 然后加起一老户 然后都有相当于维持这种关系嘛 也要送一下 那所以这个店里边 其实有时候还是需要有一个男人 我觉得还好 这就是我也家里需要 家里更多的需要一个男人 对 如果能帮助也更好 工作还是有十几小时的班了 上线还是很辛苦 我觉得还是很吃苦来老的那种 我是很欣赏的这种女人 这种女人是蛮不错的 在了解了女嘉宾的日常工作之后 男嘉宾对她的好感度 也是上升了不少 而接下来女嘉宾的一个举动 也是让她更加心动了 今儿你退一过来 我在请你吃东西边饭的时候 我们平时上班了 买时间的 一般的是在附近随便吃点 好 今儿都吃个边饭吧 要得好 好的 今天我是这个女嘉宾 请我吃的饭来 我感到非常幸运来 感到非常荣幸 那天我找时间的机会 还是请她那个女嘉宾 来请她吃东西 你看你看你吃什么 你看看你随便吃什么 我吃了饭嘛 吃了菜吃了饭嘛 你看啥 红烧油肉有没有 有 红烧油肉 有 你吃饭了 我都来个倒许面的 倒许面 经常吃外面 吃外面的馆子吃吧 知道吗 对的 因为平时有点忙着走不开 家里面买孩子这么半顿 一般都到外面附近随便吃点 你忙吗 你怎么忙 我们那个都是时间 相当于时间有点长嘛 就是那你平时就办这些吧 我做有些事 在外面吃一下是过去的煮 有时间肯定自己煮 安逸些啊 随便煮点青菜那些 也说不点啥 外面吃 肉都吃利辣不想吃 只是说是好 那你煮得来煮吗 煮得来啊 我炒肥果肉 炒肉丝的 炒素菜都会炒 煮其他的都会煮 煮鱼啊 煮酸菜鱼啊 水煮鱼啊 麻辣鱼啊 都煮得来 嗯 煮得来 只煮得来 我想找的以后的话 肯定也要会 因为我们时间忙了呀 家里面那一块儿了 真的说实话 都煮得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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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煮的 都煮得来煮 我找的的话肯定是要想以后很难家不来啊 一起啊 两个人至少一起 那你煮家不来去吧 煮饭都不完煮得来 洗的饭嘛 都煮得来煮得来 那些都煮得来 那还是可以的啊 吃饭前的简单了解 让两人的感情是迅速升温 就在我们以为 两人今天铁定有戏的时候 究竟发生了什么 让女嘉宾对男嘉宾的印象急转直下呢 完全都是感觉 有种吃了上都没下动的那种感觉 嗯 都是太不靠谱了 我觉得 你想嘛 现在那个年龄还得出来 都是没这个技术的 我现在是死神时 两个婚姻 然后也有两个儿了 我想现在是单身还是 还没结婚 我还是兄弟也是单身啊 就是我现在的工作嘛 没有遇到过事吗 没 以前的工作呀 那个保肝工作 没人是很多余地的 那个余地的 没接触到很多余事 就是人是难同事而已 我对余地还是很大方 嗯 他和我买东西买啥子 我都给他买啥子 就是八星马上的对他 你说不这方面是吧 对 当时我有个朋友啊 我介绍过 介绍过就有朋友啊 就有朋友 别是比我打几岁 认识了个多人 他和我买东西 买包包啊 买化妆品啊 买衣服啊 买孩子啊 这些啊 啥子啊 买花样我都给他买的 过生日 他保护他过生日啊 过生日我就给他过了 就说他拿着过生日啊 我说我去跟他有点点包放 开启会啊 请他朋友那些啊 我朋友那些啊 都要来唱歌啊 那个蛋糕啊 我是给他订阅的 那为了你对他能够好 还是 当时我的工资 才两三千块儿 过月啊 我一个月多月之前 用七八千块儿 用七八千 那是谁的 对 那我给他买这东西 就买一下自己 那是 当人家人家亲嘛 可能当人家说什么嘛 那我去买一下子 都没有 没收 不去买了 那话 嗯 当时连手都没摸到过 哈哈哈哈 今天连手都没摸到过 所以他都 都不干了 嗯 这个蛋糕啊 他不是之前有段 感情经历啥 其实他得 找两三千的工资 三四千的工资 能为这个女儿 花七八千的话 我觉得还是比较老实 那方面还是值得 还是一个优点 虽然说 我也不是乱花钱的人啊 但是那点 还是值得欣赏的 男嘉宾曾经 对女生的付出 得到了女嘉宾的肯定 让她好感度攀升 但接下来的一个问题 却让女嘉宾产生了顾虑 那你现在收入是好多啊 现在收入三千几吧 接近四千块一公里吧 那你哪个啊 你的开销啊有哪 一个月出院啊 可能用点零 用钱啊 可能接近千百块吧 剩到两千多啊 两千几 你住房子啊 我现在保管工作 保持房租 那你剩你钱是哪个 哪个的计划的 剩你钱 有些事都要承的卡头啊 承的一样 承起 有些事加上 要用嘛 都给他打了钱回去 那你以后有哪个打算啊 工作方面 现在以后还是 找个文件的工作嘛 找个文件的工作 找个工资高的工作 你工资高的的话 你一般想象的话 是有哪些工作啊 在你计划当中啊 工资高的 工资高的吧 你觉得你自己认识 有哪些 那些是 那些做那个 厂土的那些 工资高的 厂里面你觉得 是有保障点 拥有保险那些是吧 厂里面呢 或者是那个 现在有 目前有些单位吧 还是 目前有些 有高的 我得看到网上的 工资高的 是啊工资高的也有 最主要是自己 觉得认识那些不 我目前还是想把那个 现在的工作 就不干了 就辞了的话 辞了以后 重新找那个 临时工作呀 比较高的 你去做 你临时工作 一般是多少些 以后 搞厌厂会 也去做也可以去做 党校工也可以去做 搞那个 大厂班也可以去做 一般的 有何路就可以去做 有何路就可以去做 你还是很吃得哭啊 是还是很吃得哭 对 餐厅可以去做 还有那个 快递分间如果也去做 也去可以去做 快递分间老婆老婆 有老婆 去做的 做过一天 做过一天都没做了 他妈现在 他做兼职的话 都是有一天不一天的 完全都是感觉 有一种 吃了上都买下的那种感觉 都是太不靠谱了 我觉得 我还是做哪天都不做的呀 那个有点累 工资高的吗 工资高的吗 工资高的 做16块块小时 你就累很了 他有时夜班 有时晚上睡觉晚上 做些有点儿 有点儿老累很了 有时他一直站起来做 站起他也不敢做到去做的话 他都是站起来做 那还是一点儿来做 那还是一点儿来做 所以说都搞了一天 他都累去做了不成功 我觉得他必定40岁的人了 然后现在工作也不稳定 然后以后坚持那种的话 也不是很稳定 本来我都是想找一个人来 给我分担 不管是说精神上啊 或者是说生活中好 那种工作都不稳定的话 对一点儿安全感都没得 我想要找一个那种性格好一点儿来 也就是说 因为我上一人 他的脾气不是很好 只属于第一条件 我们女儿也说了 必须要乱来 所以我第一个都问他的性格 究竟怎么样啊 我心里都好玩 我还是乖皮的 我正常人的吧 我乖皮的 不像有些人 我就是像神经兵那样 暴力啊 啥啥 我没在那种的 我很温和我的个人 比较谈得来的人 也就是说 我跟那些人都谈不得来 男嘉宾的那个脾气那块儿啊 那些啊 性格那块儿还好 可能在行为方面啊 或者是说 性格方面那些的话 还要慢慢的深入了解很可行 跟男嘉宾的一番沟通之后 女嘉宾对男嘉宾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聊天结束之后 女嘉宾的妹妹也是立马 打探起了两人的情况 你们聊得怎么样吗 男嘉宾的姐 她说她的性格还可以 性格 性格我觉得 不是说不好 我是说太了解的可能好不好 性格可以 然后她说她脾气好 但是都是我感觉她的职业啊 不稳定 那她是做什么 她现在是做包啊 但是啊 以后她说她 就是想到人间之类 都是太不稳定 开过这个了 那她又没得能接触那些之类了吗 她说没得呀 是 没得接触了 然后现在有个住房子 我就退了 那她又没得稍稳长处嘛 至少你要这个点是啥 她说她脾气也可以 然后会做点饭啊 做点饭那些 然后可能比较老实嘛我觉得 对她的饭也好出口 有点多 有点多 那个说呀现在那个说呀 老实也好 但是啊 因为现在 经济啊有点纠结 哎呀 那个工作那个说呀 看她吃不吃得苦 她没这个技术啊 我就算去跑外面啊 我一回也跑二千 就是看她下厨下的人的那个苦 不晓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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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说她吃得苦 但是具体没有接触过 那你晓得呀 我觉得 也是 没接触过 你能够说嘛 她说她吃得苦 但是能够说 那个老实我觉得 还是要站那个人 比你还是要站 心得好 反正之前那个 都是找部老实 吃了亏子 老实 我觉得下车上找个老实 老实在大头 但是那个工作也是个 具体问题的嘛 哎呀 看她是不是苦伤 我说的 建筑工地上你住啊 但是 回家说 你住哪样呢 反正找到她山里 现在山里也找到钱 看她活得了不 本来我刚刚跟她聊了一阵 但是有很多呀 我还不好问的 等一会儿 要不然你去给我问一会儿嘛 你得去给我问一会儿 还以后的 规划呀 租房那些问题啊 我也不好直接问的 也可以 要得 我反正我问 我的旁边人我还好些 嗯 好 刚刚呢 咱们女嘉宾啊 我们的这个周女士 和雷大哥在聊天完了以后呢 对于大哥这个未来的工作 工作的规划啊 收入的一些情况 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啊 也有一些顾虑 那可能女嘉宾觉得自己不太好 当面来问啊 所以既然来呢 就派出来妹妹出嘛 不过有点好奇啊 你住了保安四年 你为了自己 那个好的四年 来住保安啊 不住了其他的 继续住啊 不是很好 我以前住的时候 是十几年前那时候 工资低下 所以说不晓得现在 工资有那么高 那你住保安工资也不高啊 我以前那里才三十块二天 二十几块三十块二天 那你住保安多少钱一天呢 现在吧 至少一百 至少一百多块钱 一百九十块钱 以前 现在不知道 你现在 其他任何行业 都人工费都不值得 都会先天啊 很多 比如说就像 就说明 说明至少说 按照他的说法 他这十年 没有跟社会更多的去了解 有点脱节了 感觉 感觉有点那种那种 感觉一个家 家还是有点少 因为毕竟在重庆的生活 还是有点少 我就说以后 有什么不可能 一直住这个吧 你对于未来以后的 这个工作的 还有这个收入的情况 你自己有些什么计划 想法没有 以后 以后就是真的 按照家的话 肯定要改业吧 肯定要改业 转行 对啊 改业 可以转行 转行做什么 去修技术吧 去修开车啊 那些都可以上 把车修回来开车 那没得能够见的 是那个字很容易拿的 学开车很简单 对啊 两个月 三个月就学好了 对啊 但是你要上手 比如说你要住那样 关键是你学了开车 你又干嘛呢 学了开车 我去这个事情都了 可以去 今天后来买啊 买东西啊 买水果啊 都可以上 买衣服啊 各种东西都可以上 为什么你去学了开车 都可以上 自己有车开车 都到处方便上 你觉得这个可不可行 哪个他是说 但是没动 没有行动 我现在来说 我就想他有个技术 有个技术行业 因为比较长久 然后一个月啊 也不是要找他好多玩 找个几大钱 五六千块钱 比较稳定 不行啊 他也不是说 要想找个好富的那种 对 关键实际上 有自己的一技之长 对 那你以前做保安之前 因为要找个技术之类的嘛 对啊 你不可能 从生下来你就做保安吗 以前在广东经过厂的 经过厂 什么厂 这个喷油厂 还有那个做建筑方面的 建筑工具上面 还有呢 我还杀猪都杀猪 我还会杀猪 以前在服装厂 经过的有个裁缝 哦 这样看起来 雷大哥的这个手艺 还比较多啊 你觉得这些技术 可不可以以后 拿出来派上用场 他要看他 直接那个规划了 他有肯定更好 是不是什么 不用像刚刚说的 重新继续 嗯嗯 我也是觉得 看他用这个规划了 比如说他把某一箱 重新 点起来之后 重新这个样 嗯嗯嗯 就是在你现有的 这样的一些 你会的技术里边 在以前你干过的 这些职业里边 你觉得有没有哪些 是可以拿出来以后 重新再继续 变成你的职业的 那个可以啊 可以 我做杀猪啊 嗯 杀猪那些都可以 现在很 随便那些可以做 这个杀猪 买肉材 肉材也可以吧 你进屠宰场啊 嗯 不做的 我觉得这个 除非在农村老家差不多 在城里面有点 不是你杀猪确实很厉害啊 你会不会吗 肯定不会啊 你不会吗 我也不会嘛 只有你会嘛 我们三个人里面只有你会 但是你说你把这个拿成 杀猪那可以买人物 杀猪那可以买人物 在城里面我觉得不适合这个 刚刚问了一会儿了 技能还是有点技术 一会儿学了一会儿 进了一会儿厂了 碰了一会儿气功了 一会儿在建筑上工具上呀 还有在裁缝呢 规划了一会儿呢 看它以后的规划 自己说 但是我觉得 在这个年龄 都还有一点目瞄 对不对 一会儿做那样 一会儿做那样 哎呀 反正它的技术还是 它技能多 看它那个想 比如说真的要住 建筑一天也有几百块钱 也可以 即使是有那么多 它究竟住不住 它住下来 它即使住下来 都还是可以的 所以它去帮忙 住了这么多年了 懒生嘛 有点感觉有点那种 就怕它住不长 比如说三天大雨 两天稍后 那一会儿很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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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怕吃不得苦 那样住几天 那样住几天 都搞不长久 那我们会考验一会儿嘛 待会儿就考验一会儿嘛 了得 了得 虽然男嘉宾曾经从事过很多份的工作 会的技能也有很多 但女嘉宾和妹妹对她现在的实际动手能力 以及能否吃苦都表示怀疑 他们会对她设置一个怎样的考验呢 男嘉宾能顺利通过吗 两三六五五五十一 你这个平时两斤 加不得起哦 没问题啊 习惯了 有没有问题啊 嗯 十几个不得上 哦 要得加不得起 好好好 你得不得起呢 啊 得不得起呢 有点重啊 这个 他们咱们拿不太大 这个太重了 那两个大两斤 那两个大两斤 有点重啊 不要紧张了 这个 那两个大两斤 那两个大两斤 那两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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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今天的男嘉宾啊 他那个人还是很老实 然后住啊 还是可以 嗯 都是 他帮我抗那个睡的时候 那都已经冬到晓月了 但是还是 还是把它送 送完拿货那些 嗯 我觉得还是比较能吃苦 还是比较挺安排的 还是一个 还是一个 好热用 好热用 还不得他只剩足料 哦 那还有一斤 那你帮我送一会儿嘛 要得 那四楼的 那你先看一斤 看看有点重 有点重啊 看看那不行 那还来先 你先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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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然后 还来一点不 还来一点 还来一点 够好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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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让你给你放个东西 你放我们上来吧 够到点 好 好 来 四个目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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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行 可以 你不 prêt 我 你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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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你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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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 你不够 你不够 辛苦了 喝一瓶水嘛 好啊 喝一瓶水 一瓶水田泡好的蛋糕 泡两堂的帽子得到两万一万钱 有点重啊 有老虎 不可以走到电话吗 肯定到松丝啊 有时候吃鱼汤啊 那些 还正常 有一瓶水田 吃鱼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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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办法啊 一天还有他这货送不到 我面对给他送了便吃 这会儿没得到 他们一般都是顾客打电话 我们也送的嘛 刚刚的送的都是之前打电话的 先生没得到 好 辛苦了 没有 没有 他说 希望你们帮他做的活路 做的事情 我还是可以做得到 帮点东西啊 送点快递啊 随便拿这房子 叫做做做 或者没问题的 我觉得生活当中 如果说有任何一个男子 来帮我分担那些的话 还是轻松的很多 然后我觉得自己也很 也减弃一些压力 负担那些 好 好 好 来来来来 雷大哥 你先停一下手上的活儿 来 我们把女嘉宾也叫过来 好吧 现在大哥 整个人的状态是热气腾腾 是热气腾腾 你讲 好 好 你别拖了 别拖了 再拖 赶到了 今天 我们拍摄节目这一天啊 温度是现在14度 但是大哥最开始穿的是棉袄 拖了一件又一件 拖了一件 里面还有一件 现在整个人的状态是热气腾腾 就像刚出炉的包子一样 所以搬东西流的汗 热是吧 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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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 你要不要先把衣服披上 不要再拖了 我们把女嘉宾也叫过来 周女士 刚刚大哥忙前忙后的 一直在搬东西 你对于她的表现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她还是比较老实 航空的方面我觉得是比较可以 有没有力气 力气还是可以 有没有可能成为一个称职的小帮手 哪个还需要考虑还有 因为必定现在你一般还是要神众有神众 真的说是现在还可以吧 累不累 你就是有点还是有点 你一直把我还要辛苦一点 以前你还不晓得 就得开个地儿嘛都是那个简简单单的在这儿收钱都醒了是不是 好久没搞过那个综合路来是有点有点不停 那如果觉得累的话你以后有没有信心来做这个事情 还是有点有信心 你觉得这个苦能不能吃得下 还是没关系是慢慢的锻炼锤 这个地区是慢慢的锻炼锤 慢慢的来也没事 还要看给谁做 对 我那个以后我看得跟谁做什么 看得跟做这个鱼的鱼的鱼是不错 对啊 但我做的都不怕 对 所以你都该那么多做 因为鱼的鱼来说做不起来做不错 那是那么多的事情 我听出来雷大哥有点心疼女嘉宾的感觉了 是不是 以后如果说真的能够有进一步的发展 这些事情大哥也自己心甘情愿的去做 对 对 好吧 周女士 马上我们就要做选择了 但是现在男嘉宾你也看到 并不在我们旁边 因为她刚刚跟我说 她想在选择之前 再去给你准备一份礼物 一个心意 一个心意 对啊 她来的时候在你店里边 买了你店里面的东西作为礼物 是不是 那为什么现在她还要准备礼物 她又想准备什么礼物 会不会是一个惊喜呢 那我们把她叫过来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写下答案 来吧 大哥 哎呦 哇 你这个双手端着一个盘子 这是什么 炒饭啊 肉丝炒饭 你去点了一个外卖吗 我自己轻手端着炒的 哦 哦 你自己 不是 又不是你的家你怎么炒的呢 我在这个地方 接着一个东西炒一下 为什么你要自己亲自炒 而不是点一个外卖 她想找一个 自己把屋头的 她这些找过那种男子嘛 就是 不说啥子都找过她 那种 我都能够提提这种男子 我都是那种男子 二 一 请选择 首先感谢你今天 特意过来 再店 报名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好了 爱情靠争取 我也不放弃感谢各位的收看 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